近年在商界大展拳腳的劉嘉玲 生意由紅酒做到自家品牌時裝都有 近日嘉玲出席一個上市公司活動 她說夢想是為自己的品牌搞上市 但現在還未是適當時候 事關她覺得自己在商場上還是初歌一鳴 不過說到投資終身大事 嘉玲就說自己30年前已經獨具慧眼了 如果投資生意可以 好像投資一個伴侶一樣 其實我都挺合格的 我30多年前就已經看到 梁朝偉是節力股 但是她不聲不聲 她出手比我快又準確比我 所以她在市場上賺到的錢都比我大 我真的不懂得做生意 我覺得做生意可能有些是真的會打算盤的 有些是一個 passion 我不懂管帳 因為我花錢太大來太去 所以我要找一個會計總經理 要幫我看著櫃桶才行 嘉玲一向人緣好朋友多 她亦十分好客 好像早前冬至 她就請了一群朋友去她家齊齊做東 令她的豪宅預所意外曝光 網民都大讚她很有品味 不是豪宅來的 是一個韓社 因為我1995年就買了這個屋子 那裡有很多美好的回憶 譬如張國榮當時住在九樓 我們有很多一起成長的 一些點點滴滴 我住了十幾年我就搬走了 然後張叔平搬進去 她住了一段時間她又搬走了 因為外牆要裝修 所以她搬走了之後 她不想搬回去 所以我拿回來 我又不捨得賣給別人 又不捨得租給別人 那我就放在這裡 然後David Tan 距離見到她說 我幫你裝修 我說好啊 因為我每一間屋都是張叔平幫我裝修 是很掃的 很滑的 這個她幫我裝修得很濃郁的色彩 我覺得很適合用來請客 喝東西 聊聊天 剛剛過去的聖誕節 嘉玲去了泰國旅行 游覽了當地不少郊區 還欣賞大笨象表演 相當充實 難怪她也說玩得很開心 我很喜歡大自然 我有空在香港 我都馬上走進去大自然 因為我覺得她會給到一個信仰給我 一個力量給我 還有我見到大笨象是一個 我從小到大很想接觸的一個動物 因為牠大 有力量 中國的寓意是吉祥和平安 所以我見到牠很興奮 還有我坐在那裡看牠畫畫 踢足球 牠踢得比中國足球好 牠真的每次都中過入門 說笑而已 我覺得帶給現場觀眾很多歡樂 見仁見智 我一定是很愛大笨象 還有我很環保